那陈老师刚刚讲到中国内部有钱的没钱的都在跑 然后资本市场跑得更凶 在我录影这个时间点离岸人民币再度看到7.32块钱 然后入港股今天再度破底 香港是相对比较金融平台自由的 所以香港股市的跌法跌得最为惨烈 但是我今天录影的时间点 香港红筹股再度重挫4.3个百分点 所以整个逃亡潮是全方位的 那整个中国经济现在看起来短中长期的恶化 是一个很难党的时代拿命换的趋势 是的所以刚刚那个美国USTR代理女士 她讲看不清楚中国的经济那是不可能 她很清楚他们美国的战略目的 就是希望中国经济下行 因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中国共产党它执政的基础 事实上是有一个所谓的社会契约 就是老百姓你不要管政治 但是经济上我负责照顾大家的生活 但是这些时间以来 我们看得到中国经济是全面下滑 那我们第一张这个图里面 不管是在制造业服务业 或者是说新工厂的订单 你看看全部都是下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简直是看不到什么时间可以解决 这个可能就是给习近平 这个二十大取得第三任的最大的贺礼 我们来看下一张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股市 它的这一阵子这个跌幅 其实跟2008那时候的危机 基本上非常的相近 也就是说如果用资产来讲的话 中国人虽然喜欢不动产 但是股市毕竟还是一个象征 结果你的股市是目前这种状况 再加上我们之前讲了 债市里面外资的一个撤退 但是现在马上要面临的 另外一个大的一个挑战 是什么呢 是它的不动产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这种银行体系 有个特殊性 他们所有的放款 都是在年初放款 所以一月份的时候 基本上都很好 可是到年底的时候 还债的压力很大 所有的企业 所以这里面这个表 里面最后12月那个八恰 就是说12月份 这个中国地产商国内国外的债 还款的压力有多大 你把它跟前面比起来 就知道这一个年底 以它目前的销售情况的话 这个压力基本上可能就过不去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它目前这个销售的情况 从右边 左边这两个图来看 都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八恰里面 看到红色这一块 就是说 它今年以来 这个房子的整个的销售 基本上就一直往下走 而且越走的幅度越大 然后这个右手边 这个比较细的线里面 有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不管是最深色最浅色的灰色的部分 新开工 从原来大概就是45%的正的 那么目前跌到负的13% 那如果算第二个橘色的部分 比较明显一点点的话 它是属于商品黄的销售 它已经跌到卖的16% 也就是说这两年来 从疫情之后缓弹 到现在跌下来 幅度都很大 那另外的部分 不管是完工的部分 说是七十大城市的销售价格部分 前面都下滑 那如果地产商卖不出去 前面下滑 又没有资金的流量的话 基本上就等着倒 所以点底之前 很多的地产商 可能没有办法生存 那这个中国的地产 有没有这个解决的一个方案呢 下一张表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说 以它目前整个过度建筑的 一个情况之下 也就是供给过剩 老实讲 它如果每一年减少25%的话 最快可能要到2030年 可能供给跟需求之间 才有可能取得平衡 而这个在中国是很难想象 因为中国如果你没有一下让它倒 你就做不来 可是这一次如果一倒 那是一钢子倒 不是只有少数几家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有人会问到说 那中国是很惨 那美国目前在紧缩货币的时候 美国也会不会很惨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下一张来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这一次的美国的这个货币紧缩 确实让房贷利率上扬很大 大概都是已经到七点几了 可是如果我们来看基本面的话 其实它目前每个月新上市的房地产 其实在供给上面来讲 没有像在08年那么严重 基本上是还可控的 另外一个我们在银行业里面在看 就是承受单薄品 也就是说如果客户违约了 我把这个单薄品就是不动产 把它承受过来 目前看得到那深栏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过去这几个月 承受单薄品是有在上扬 可是整体的这个承受单薄品的部分 还是在相对比较低阶的部分 所以说事实上还是属于可控的一个范围里面 那再看下一个我来解释 为什么可控 因为过去这个08年危机的时候 黄贷的这个信贷标准很松 所以随便就可以带得出去 甚至很简单的一个条件就可以拿 现在不是 现在很多是用现金买了 尤其这一波很多是中国人买的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看这种情况就是说 如果中国在海外的资产 是想要逃亡国外的 那他当然就不会动 如果有一些是跟政府 原来在炒作国外股价有关 房地产价格有关的 那那部分他要不要卖来换现金 所以这会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实在一点 就是说美国联准会 看这个样子的话 年底之前大概就是 这个11月马上升息3 12月可能也是3 也许到明年3月的话会升到5% 但是这个5%会持续多久 不知道 那个会决定在房地产里面的价格的压力 这个我们还继续来观察 好 我们稍后回来